现在好像差不多了 现在这个声音的音量可以吗 好 谢谢 好的 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我们就开始吧 登京的校长下午好 各位老师同学 大家下午好 非常高兴再次和大家相聚在这个网络课堂 一起来学习写论文 这次能够与大家重逢 都是得益于 这个岳师傅岳老师的热心的操办 提供一个极善的缘体 感恩岳老师 感恩大家的天卑包容与接受 说起这个写论文呢 其实非常的惭愧 我记忆当中是三十几年前听到我讲的 后来就没有正规的系统的学习过如何写论文 那只是为了完成我自己的那个学位论文 可能比大家多看了几天 多写了几天论文 但现在我离开这个教学第一线也许多年了 过去的那些积累也忘记得差不多了 那到底要如何才能写好论文 如何才能更好的与大家分享自己的一点体会 其实我的心里也没底 所以真心的谢谢大家恩赐我这样一个机会 让我和大家一起从头来学起 那怎么来学呢 在五月份的时候 我只要是很粗略的过了一遍 想给大家留下一点印象 那这一次呢 因这个岳老师和大家的要求 就尽量讲细一些 同时呢 也想请大家一起来多读文章 来反复的熏习 在这个实际的例证当中 实际的文章当中去体会 学术论文与一般文章的这个不同 也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有更多的互动 学起来呢就不那么枯燥 总之我是摸着石头过河 边学边调整 可能也有不正确的地方 不当之处 还请大家多多的指正 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好那我就啰嗦了 作为今天的这个我们的预热运动 那就先找了几天 那个小文章已经安排好了 请第一位同学上麦 我现在是先 我放麦是吧 我是怎么弄呢 我该 好 请问大家能听见我的声音吗 好 非常好 尊贵的校长下午好 尊贵的各位师父师兄下午好 我下面来读第一篇 菩萨 菩萨以众生为福田 用佛法提升自己的品质 是种善根 用佛法利益他人 是结真正的善源 善根是指我们从过去世到现在 所打下的基础 乃至未来的无量节都要不断的修行 这都是善根 例如 释迦牟尼佛修行 经过三大阿僧奇节 终于成佛 我们每个人都本具佛性 要相信透过不断的修行 自己立地能够成佛 可以说我们这仪式的善根还不够深厚 所以身在娑婆世界 但是我们每个人也都很有福报 因为释迦牟尼佛在成佛前发了五百大愿 希望娑婆世界的众生都能种善根 转迷为物 除了释迦牟尼佛之外 也要感恩感谢 有无量的诸佛菩萨 以及主师大德 都发过无数的愿要度我们 所以要相信我们是有善根 有福报的 那么要怎么种善根呢 圣言师父曾经比喻 种善根就好比种花 必须用心呵护 实时浇水 食肥 竹草 才可能开花 如果不妥善照顾 很可能花还没开 根已枯萎 所以善根需要用心耕耘 细心栽培 过去八天 诸位法师及菩萨们 都精进用功 诵经 拟散 拜佛 持咒 这当然是在种善根 法会现场 每天从早到晚 都有许多各主的内外 互义公菩萨 以结善缘的心 互持成就大家精进修行 这是不是也在种善根 当然也是 无论是参加法会 或做义工 我们随缘 随分 乃至随习 护持的每一份发心 都是在跟三宝结缘 跟大众结缘 这是结真正的善缘 真正有福报的人 是能修学佛法的人 圣言师父说 享福的人 不是真正有福的人 广众福田 欢喜 陪福的人 才是真正有福报的人 陪福 就如同 把今生的福报 种在田里 细心灌溉 就可以 就可培养出 更多福报 菩萨以众生为福田 如果能把所有十方 一切众生都当成是 陪福的对象 不断地以广结善缘 来成就他人 就能让我们在奉献 逆他的过程中 一分一分减少 自我 阿弥陀佛 一分一分减少 自我中心的执着 智慧与福报 一起增长 那才是真正有大福报的人 最后也将和佛一样 成就 辅得智慧圆满 好 到此结束 感恩大家千倍地接受 包容与聆听 我关麦了 请第二位 接着朗读 谢谢 孙贵的校长下午好 孙贵的师父师 老师下午好 下面我读一下 自重弟子共年语 是圣言 进佛学法 敬僧 三宝万事明灯 提升人的质量 建设人间净土 知恩报恩为先 利人便是利己 尽心尽力第一 不争你我多少 慈悲没有敌人 智慧不起烦恼 忙人时间最多 勤劳健康最好 为了广众福田 哪怕任怨任劳 不失的人有福 行善的人快乐 时时心有法喜 念念不离禅月 处处观音菩萨 生生阿弥陀佛 我独币 我方卖 请问大家可以听得到吗 尊贵的校长 尊贵的布光法师 尊贵的各位老师 同学 下午吉祥 非常感恩大家的承让 接下来 后来读送第三篇 大纪文章 那题目是 过堂 活在当下 佛教从印度的脱波起时 转型到中国的过堂仪式 源于佛陀时代 人间比丘的 延门脱波 在汉地会被视为乞丐 无法发挥弘扬佛法的本怀 然而 不减格食物的原则 以及饮食资据 皆来自十方现实的精神不变 故于节哉时 以半趟回向资主 过堂的仪式 具有行堂学生协助 除了事先的布置与诗实外 还得在实地奏院中 完成所有善后 包括 收碗筷 厨余 桌面清洁 并将送于饭菜 送回栽堂 是一项考验团队默契的修行 初出家的学生 在投入修行的生活时 自然会想到 运用禅法 真在哪里 心在哪里 活在 有一次在节哲的咒院中 一位学生将剩余的饭菜 推往栽堂时 走卧推车 一派放松安定 滑而不及地离去 就此不见人影 因为平常人数与工作 只安排好的 只要 只要少一个人 团队就 捉襟见走 决僧练习 活在当下 自者不拍远 过去未来 完全地投入于 当下的 从容安定 也忘了 要再回来 善后 这或许是人民 对于活在当下的 片面理解 硬生生地 把过去 未来 从当下 切断 当然 自己没有烦恼 却可能 让人烦恼 让事情遗憾 殊不知 如同剪下 法师的 那一刹那 前后计断 当下 也不在了 怎么还会有 住在当下的 安静与放松呢 可见 是误解了当下 而自卓凝固在 清安的绝寿中 不自知 卓足入水 水 非浅水 四角入溪流 感受到水的 清凉的这一刻 水已经流过去了 流过去的水 称为浅水 故每一分 每一刻感受到的 都已经不是当下的水 每个感受 虽一样清凉 当下却一直在流动 无法住住 过去 现在 未来 就像流水一样 连续不停 连续不停 这一刻 从过去流淌到未来 过去的积累 串成了现在 又往未来 奔赴累积 当下自然 也就包含一切过去与未来 何为一个整体 何为一个整体 因缘 若硬生生的把过去和未来贴断 很可能就会住在现在这一刻的安定向 那就不是如流水般真正的当下了 真正的活在当下 举举两面像 离过去未来 自受用 门烦恼 以及不离过去未来 穿透整体因缘 不能得他受用 也门烦恼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 做我的福钱 给我机会 下面恭喜你 我方法师 继续我们讲解 方弥陀佛 能听到吧 非常感恩三位同修同学 积极的参与 以及你们热情洋溢 充满美妙中心的朗度 好 现在我们就是预热了一下 那么 就刚才 为什么选了这三天 这个呢 我想不是 对内容 我们不要去追究 我也没有这个把握 我也不敢负这个责任 那么我选这三天的一个目的 是想让大家去感受 大家不知道 就是听了之后 就是对这个文章的题材呀 是 什么感觉 觉得这是论文吗 这个就是 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那么回到我们 现在啊 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我们今天首先就是要学习一下这个学术论文的基本的概念 到底什么是学术论文 它的一些关键的要素 特征是什么 那这是我们今天 要大家一起来了解 把握的主题 刚才呢就是 是 读了几篇文章 有一些感性的认识 那么这里呢 我也是在网上稍微搜索了一下 如果说从整体 我们大概的 我们的文章 我们所接触到的各式各样的文章 大体的去分类 那么文章的题材 可以分成 说明文 议论文 技术文 诗歌 小说 三文 这些大类 那可以说我们的论文呢 它是属于议论文 这一个大象里面的 说明文 我想大家都很好理解 你比如说最 明显的就是 比如说你去买了一台手机 那么你看它怎么用 它的就是 怎么样安装 有些哪些部件 那我们任何买了一个东西 或者是买了一个 厨房机 那它都有说明 这是我们生活当中 接触最多的说明 还有更多的是 我们去买东西 那些包装上面 都有很多说明 那其实我今天的 这一个杂志里面 就是刚才没有请大家读 其实它也有一个 近似说明的 这样的一个 题材的文章 你比如说在这一个 这个第一版 右边 这里是与方丈和尚有约 一月七日上线 那么这里 它相当于我们是一个通告 通知广告一样的 那这里面其实它也有说明 我把它放大一点 现在大家可以看得到吧 我刚才分享的这个可以看到吗 好的 好 大家可以看 你看它这个 分享的这个 就说它说 他们这里要出台一个新的节目 由大家来提问 那么这个节目 它具体进行的方式 第一阶段就是有提问人 这些提问人是由 法谷山的园区 参学市及义工市 近二十名义工古城 怎么怎么样 它就介绍 好 然后后面 是由哪几人来主持 分享 怎么解答 以及有些怎么对话 那其实这样的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 看作是一个大类的 其实是在说明文 那么刚才这一段 这个以菩萨 以众生为福田 那可能就是 可以归到我们前面 悟祥老师曾经跟我们讲 讲他老师对他提出 就是说我们写论文 不要写成弘法式的论文 那么这一天我想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判断 那么它是接近于一个 弘法式的论文 这个菩萨 这红法式的文章 那后面读的那个 过堂的那篇呢 那么它是一个体悟吧 就是我们个人的修学的体悟 这样的文章 那后面还请 圣年同修 朗读的那是 那么这个也可以算是 诗歌的形式 因为刚才我们 就除了这些文章 那么还有诗歌的形式 这是圣年法师写的 这个共勉语 那其实还有一个 没有请大家读的 就是经常会有的 在学术界也比较多的 就是书评 或者是书的介绍 比如说在这个里面 也有这一本 就这一面 它就法古山的女众修行 研究专书 就是我们所谓的专著 台湾它是说专书 那么在国内 大陆的话 主要说叫做专著 首度在美出版 那这里面 你看它就是 这一部书的一个简介 以及评项 这也是一种体骇吧 那么在这个介绍书的时候 他就要必须要介绍 这个书的作者 以及他的大致的这个原有 以及他书的多少张 每一张大致的内容 你看这个他就是讲到了 他后面就讲这个 一共全书分为四张 第一张 首先脉络化当代 残修女性的修行历史背景 回溯法古山过去 近半世纪的道场转型历史 法书圣言法师 如何依循中国佛教改革家 太虚大师的 佛教现代改革精神 将法古山建立为 人间佛教入室社会参与 与运作模式的禅修道场 和教育团体 第二张到第四张 分别与农禅生活入室 转型宗教教育三个分期 探讨从农禅清修生活 转向入室社会参与的过程中 比秋迷的修行生活 培育方式和红化等面前的流暂 那么这些也是处于一个书的介绍的 这样的文章 那这些呢都不是我们的要学习 最终我们要学习的这个论文 好我们再回到这个论文 但是呢我们就是了解一下 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文章题材 我是希望这样广泛的讲一下呢 大家就是脑子里就更丰富一些 这个论文呢 它是比较规范化 条条框框按照框框来 那当然也就比较枯燥一点 好这里就回到这个议论文 议论文的它的最基本的模式 可以说是一个三段论 那就是本论 就首先是提出问题 你是什么 然后是分析问题 就是你的论证 最后是你得出结论 你解决问题 怎么办和什么 那就是这个三段的模式 那这里具体举一个例子 我们就说比如说以思论词 来写这个议论文 很简单的三句话就可以 第一个就是学会动脑筋 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它就提出了这么一个论点 这个观点提出问题了 然后它是搞好学习工作科研等 都需要多动脑筋 那这个相当于是在分析这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你说它很重要 那么因为我们学习工作科研 都需要多动脑筋 所以后面呢你怎么来做 要养成作动脑筋的习惯 这是我们最普通的这样的一个 对这个论文的一个认识吧 一个概念 好今天我们要学习 最主要的部分是要学习 这个和谓学术论文 这个正好前面 详师傅 详老师呢 他提供了这个网址 我呢就借花献佛 就把这个网址里面的具体的 每一位作者 他们对什么是学术论文的阐述 把它做了 就是大致的先后顺序 我搅换了一下 然后根据我自己的理解 然后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一遍 希望通过这样的学习呢 我们今天能够对 到底什么是学术论文 至少从这个理论上 能够有更清晰的认识 好我们首先看 这位作者 王二瑞 这位作者他在 《学术论文写作》当中 他指出是 论文有其基本程序与内容 通常是针对值得探讨的主题 以系统化的方式深入分析 写作过程 必须就所拥有的资料与证试证 经由理论和实物验证 提出看法 成为研究贡献 并清楚地 并清楚地 以流畅 贴由组织 结构化 文字方式 表现 那么从这短短的 几行字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 它的 就是对整个 学术论文的一些 要点的一些 归纳总结 包含的内容 那首先我这里就是 做了一些标注 首先我们是要 你 作为一个论文 你要一个值得探讨的主题 也就我们常说的 你要有你的论点 好 你提出了这个论点 你的主题之后 那你要进行深入的分析 你这个分析呢 你是要以系统化的方式去分析 然后你这个解作过程 你要用你的资料 用你的实证来证明 那你要用 把你的这些资料呢 你证明的时候 你是要有理论 要有实物的验证 通过这个验证之后 你提出看法 这就是后面的结论了 你的结论也其实就是 提出您自己的看法 那么成为有研究贡献 你提出的这个看法 就是你研究的结果 你研究的贡献 那也就印了我们前面 也就是说我们论文 还是你要有一个问题 提出这个问题 你要分析 而且是要系统化的分析 还要有理论和实物的这个验证 最后你提出看法 要有贡献 同时你的表达的方式 你是流畅且有组织 结构化的这种表达方式 不是很随意的随性的 我想是什么说什么 好 这是这位作者的一个看法 那我们主要就是就每一个要点 要点当然都是有重复的 而我们我是希望这样重复之后呢 那么大家反复的一起来勋 可能就能够容易记住一些 好 这个王菊亮和郑惠清 这两位作者 他们说呢 学术论文 则是对科学领域中的现象或问题 进行研讨 探索 对研究成果进行描述 在立场不能有主观 在立场上不能有主观意见 要求严谨 而富有逻辑性的论证 看求客观事物的规律性 提出新创建 那么基本的内容与上面相同 但是他也提到了一些 我们就是他抢到的这种点 也跟我们一些经营的 这个觉受和知见 你看他是说的 那么你要你是更具体的 对一些现象或者是一些问题 你有兴趣 你去进行探讨 探讨研究 那你研究之后的这个成果 你要进行这个描述 也就是说你要把你的研究成果 呈现给大家 告诉大家 那你告诉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是要富有逻辑性的 以及就是说你这个 得到结论这个过程当中 你是要逻辑性 富有逻辑性的论证 而且你的这个见解 你不能够有主观的意见 是要通过论证得到 也就这里他是很强调 你得到是在探索事物的规律性 是一个客观的一个规律性 就是这位作者 我觉得他跟前面 强调的一个不同点 就这个他是强调有客观性 逻辑性 得出规律 以及你提出新的创建 那当然像这种论文呢 要求是比较高的 就是要有创新的 好 从这两位作者 这两天对这个论文的定义 那我们可以发现 他都有一个很关键词 就是研究 也就是说我们学术论文 所以经常也会说是研究论文 因为你学术论文 你一定要研究得出你的结果 你才称得上是学术论文 你要没有研究 那么就不能够叫做是学术论文 那我们来看一下研究这个英文单词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从这里的话 那么research 这个本来他是一个符合词 search的话你是可以说是搜索 考证 re呢是反复 就是一个动作的重复 它是一个那个接头 接头词 那这个词合起来我们可以说从本身 从英语 它这个意思 它就表示你这个研究的意思 就是你要反复的去搜索 反复的去考证 反复的去验证 你这个才叫研究 所以那再推回去我们的学术论文 如果真正的按照上面这个严格的学术论文来说 一定是你对某一个问题去反复的去 知所搜索 找资料 用资料来论证 那最后得出的一个结果 你才称得上是你的研究 你以及你的学 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学术论文 好 那么对这个研究 有一个定义 就是五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我也引用了这位的一个定义 它说什么是研究呢 就是用有系统的方法与步骤 找出问题的答案 那么基本上跟前面也是一样的 它关键词也是 就是你要有问题 你要跟问题找答案 同时呢 你要有一个系统的方法 以及你是有一定的这个步骤 这样找出来的答案 这样呢才是叫做研究 好 这一篇 这个是MAR论文写的首则里面的呢 它更多的强调了 我们在写这个学术论文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研究的时候 我们要借助外在的资源 有些问题和作业 必须超越个人的知识和经验 我们要探究某种思想 探究或解决某个问题 某个问题 或要提出论据时 必须做研究 因而必须寻求外援 于是我们从外界找来许多资料 研究 使用这些资料 那研究报告 也就是说 可以说是一个论文 就是用来呈现我们 探究的结果和结论 好 这一篇呢 那是 就是主要它是说 我们做研究的时候呢 往往都是要接触于外援 接触于外力 因为是超越了我们个人 自身的一个知识和经验 那我们就是去谈这问题的时候 那么就要多找外面的资料 来研究 好 下面是看这个宋楚瑜的一个定义 所谓研究 就是有规律的调查 并寻找事实 从而发现其真相的过程 这个真相 就是一篇论文的论点 那么我这里跟他注视了一下 他这里用到一个真相 也可以参照其他的说法 也可以说他的一个规律 或者规律性规律 答案 看法 创建 那就是一篇论文的一个论点 那当然论点 其实同时也就是你最后研究的成果 换言之 论文中的论点不是一些道听俗说或先入为主的天见 更不是东听西奏 把有关各家的言论或注视凑合一起了事 而必须是有事实来证明 支持其理论的成立 所以这一点呢 我也就是特别强调一下 因为刚才说到了 要借助外面的资源资料 尤其以前我想起来 本科同学 看本科同学的论文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就很爱做了一个批注 就是说你不要剪刀加浆糊 因为很多现在网络资源很丰富 大家就一搜索一出来 然后就把这个这里拼一点 那里凑一点 然后就是剪贴粘贴 最后就成了一篇论文 所以这个就像这里指出来的 我们不能够这样去搞一些论文 当然我们是要接触于外在的资料 这些资源肯定是要利用 但是论文并不是简单的 一个点贴和粘贴的事情 所以你首先你是要有 你自己的这个论点 他这里特别强调了这个论点 你不是你先入为主的一种天见 而是你最后你要通过 理论也好 实证也好 通过一些论证 来支持你的这个成立 你这个论点的成立 所以呢 他不是简单的一个 剪刀加浆糊就能完成的一个事情 因此呢 作者必须明确地指出资料的来源 说明其求证的过程 以及所寻得的结论 如果结论是引述第三者的言论 则作者必须将所引述的资料来源 交代清楚 使读者亦能按处作意 寻得同样的结论 如果结论是作者自身观察所得 则必须说明发现真相的经验与过程 以使读者在重复同样的过程与经验之后 也能发现相同的结论 那么这一点呢 我特别要强调一下 可能尤其是初次接触学术论文的同修同学呢 感到有些不是很适应 就是像前面讲老师讲的时候 也特别讲到了 在那个写参考文献啊 注释啊 标书啊 这些 就是学术论文 它是非常强调这一点的 你说任何的一个观点 一句话 你都是要有所依据 不是说我们随便 我自己想当然的说 经典依据也好 别人的文章里引用的也好 或者哪怕你就是报纸上看的 网上看的也好 那么你也是要有所出处 所以这个在学术论文里面 往往都是注角特别多 因为它写着写着 它就要标注这个资料的来源 但是如果把这个资料的来源 放在证文当中 这样呢 就会影响我们去看 整个证文的这个思路 会打断我们的思路 会影响我们对这个文章 整体的理解 所以呢 就是它就往往采取 这个注释的形式 放在当页下面 或者是放在文章最后 那么这个注释有两种 一个就是当页 一个是围注 不管哪一种 就是放用这个注释 注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呢 就是它为了不影响大家 对这个证文的整体的把握 但是呢 它又想说明了一些东西 它就要放到注释里面 这个就包括参考文献 也包括不是参考文献 但是它比如说某种观点 它有些保留 或者是有些什么 想告诉大家 这种说明 它也会注释 所以我们在学术论文 你去看一篇学术论文 往往它的注释都很多 以及文墨这个参考文献 也会很多 那这里就像这里提到的 因为它主要是要求你的论证 都要别人可以去按照你所说的 它也可以去找到这些论证 可以找到这些证据 然后它如果愿意去做 它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 也就是说它有可验证性 可重复性 就是这位作者 对研究的定义里面 他多出了这样的一个内容 这个内容呢 就是可重复性 可验证性 也就是其实也是一种客观性 这个就是科学上面 所谓的科学 科学的话 它就是可以重复的 可以验证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又叫科学论文 它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 要求规则 来保证它的这个特性 我上面就是 读了这些几位作者的定义 那么我自己把它稍微总结一下 所以就是学术论文的一个特征 以及它的关键的要素 就是刚才已经讲到了 那么这个主要的一个特征 它是可重复性 可验证性 这个就保证了它的一个客观科学 所以才能够称奇 称得上它是学术论文 是一个研究论文 所以那么我们一般的 你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以及你写的东西 你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 论据论证 别人不能去重复的 那么就是严格意义上来讲 它就是不是一个学术论文 那么论文的三要素 前面也提到就是论点 论证或者是论据 然后结论 那关键词 是前面这位作者提出来的 你要提出问题 给出答案 而给出答案呢 是通过这种系统性的方法 以及路径 好 我们如果是再把它 再详细的 再解释一下 就是说有 它首先是要有这个研究的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动机 我为什么要去研究这个问题 要有这个研究 要写这篇论文 我是有什么目的 那往往呢 你首先你是有一个动机 有一个趋向 就像我们说 你愿发愿你愿 那么你为什么想着 要去写这个论文 你这个动机呢 那它往往就会转化成 我们的一个研究问题 那研究结论的话 就是这个结果呢 它是要与你最先提出来的问题 相相呼应的 就像前面那个宋主义提到了 实际上你这个论 你的这个问题 也就是你的这个结论 你的论点 它就是提出的这个真相 或者说是这个看法创建 也就是你的研究的一个成果 也就是你这个呢 你的成果 你最后的结论 和你最先提出来的问题 提出来的观点 你一定要是相吻合的 相呼应的 好 在论证的过程当中 也是要有理有据 要逻辑合理 用正推理也好 就是说不管你是用什么方法 就这里面当然就有很多种方法 比如说我们现在常用的 如果是在经济啊 或者是用其他统计啊 这些分这些类别的论文的话 那么它就是统计分析 数据分析用的比较多 那作为一般的文史哲类的论文呢 这个论证呢 常常就是依据引进论点 它就比较少这种数据分析 可能就分析 就主要靠文献分析 也就是你要引进论点 然后去沉沉左论来推理而得 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表达的这个方式 一定要规范化 格式化 那这个呢 后续我们将一部分一部分的 更具体的学习 那比如说论文 它一般来说都有这五个部分 也就是像我们以前说的八古文 也就是这种格式 你首先你要有前沿 然后呢 文献回顾 以及你的研究方法 你的研究的一个具体的论证的过程 结果 结论 那当然这几个部分 它也不是说 你一定要 纸版的一定要每一个都有 后面就是上次我也讲到过 那么你有简约版和详境版 像这个提供的 像祥老师提供的这个 一篇那个范文 因为他们是硕士生的 这个硕士学位论文 那是比较规范 要求比较高 那他们这几个部分 都一定要全 但如果是作为一个 期刊论文 期刊论文 它的技术要求 是要控制在 一般控制在一万五左右 那它不能太长 所以有的时候 不一定每一个部分都有 单独的一个段落 但是这些内容是要有 就是说不管你有没有这个形式 但是这个内容要有 好 这个就是我们大概的 最前面论文的 什么是学术论文 它的最主要的特征 它的关键的一些要素 根据别人的这个解释 我们一起来学习了一遍 那最后还有两位作者的 还有两位作者的 我们也来学习一下 好 这个林子明 他提出来的那是 学术论文是一种专业性的论述 或著作 也是显示人类科学程度的一种记录 然而要完成一个品质 与价值兼具的论文 不但矿日费时 同时所需投入的资源亦相当多 尤其研究者本身 更需具备在研究领域之外 将研究主张以及知识 转换成以文字呈现的能力 那么这里呢 它是特别强调了 就是当你研究之后 你要转换成一个成果 一种记录 因为论文 你最后就说 要以文字这样的一个形式 把它记录下来 把你的研究的成果记录下来 那特别强调了 要有这个文字的呈现能力 同时呢 也是我们教掌 我们上师曾经开始 比如说 那么你在成现过程当中 你的这种论述能力 也是要有的 要不然 即使你发现了一个好问题 发现了一个好结果 好结论 有见解 但是你表达不出来 这个可能也不能成为一件好问题 好 最后这个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就是这个罗敬之老师的他的呢 他是说 论文由广辖二义 就广义而言 凡言之成理者是 辖义论文 既须言之有理 亦须持之有故 你既是须自作主张 以论断 那么我领会他这个 我觉得分类挺好的 就是说我们 只要你言而有据 言之有理 那么我们就可以说 他就是一个论文 就是很广义上的论文 但是呢 他如果说狭义上的 也就是说我们真正的 正规的严格的 学术论文来讲的话 他的要求就更严格 你不但要言之有理 你还要持之有故 持之有故呢 也就是他这里特别强调了 你要自作主张与论断 也就是说 实际上是我们说的 要有发 又有创新 你要发现新规律 提出新创建 这一点呢 就是尤其以前我们在 就是在学校 如果说评价别人论文的时候 往往首先就是 也要看他 你这个论文 你有没有你的创新点 你到底有没有贡献 你的新贡献是什么 不是说你把别人 已经说过的东西 你把它有理有据的 你再说一遍 就是你的论文 那么你一定要 也就是说 我们强调一种附加价值 你在原有的这个基础上 你提供什么新贡献 所以他这里就是说 你要自作主张与论断 那你自作主张 实案就是你提出 你自己的新的创建 你或者你发现了新的规律 而且呢 你要把你要论证 论证你的这个创建 你的评论 所以呢 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 现在呢 不用要求太高 我们可以从广义的论文开始 只要言之有理 言之有据就可以了 我们先从这个广义的论文开始学起 开始训练 然后逐步的过渡到狭义的论文 真正去写出 有我们自己的创建 有我们自己新发现的论文 也是祝愿大家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创建 对于这个学术的进步 好 我上面呢 就是今天的主要的这个内容 对这个什么是学术论文 谢谢 大家看看 我先停一下 看大家有没有 你们的感受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问题 或者提出你们的想法 见解 如果是有想拿麦的也可以 就是说你打字比较慢 想拿麦的也可以 你打111我就把麦踢过去 这个需要 有的需要看那个 需要看期刊 每个期刊的要求 有的需要 有的不需要 你正好提到这个问题 那么我也就再讲一讲 再讲一讲 我这一次的整个的安排 到底要讲什么 因为今天我怕时间不够 所以我刚才就没讲 现在还有10分钟 那么我再讲一下 实际上我这一次呢 还是就是在上一次的基础上 把它更细致化 那么整体的我们学习的内容 一个大的内容 我是希望通过我们一起学习 那么大家对这个学术论文 整体它首先像今天这个基本的概念 它的关键的一些要素概念是什么 然后呢就是它最基础的一个框架 框架是什么 那刚才也稍微提到了 比如说我们要有前沿文件什么这些 然后呢就是前期的准备 就是每一个部分前沿是要写一些什么 轮陷中述要写些什么 论证要写些什么 就每个部分 这次呢就比如说这里提到的第二三四 其实都是就是每一个部分在细致的讲 上次呢是都只是一个粗略的过了一下 那最后这一部分呢就是论文的格式 这个就是刚才胡师傅提到的了 你提到的这个就是 那就包括也是就是 强师傅前面讲过 提讲里面也主要是跟这里有关 就是非常细致的 这个规范它的格式 那你怎么样引文自己的大小 以及你行具 就是这些细节问题 那这些问题呢 我这次呢 因为这个想想老师那边讲的很仔细了 我这次这一部分我就省略 我就主要着重讲前面这个二三四 这几个部分 也就是说今天是基本的概念 然后那么具体的论文的框架 每一个部分 它都有些什么内容目的 它要完成它的这个它的功用吧 那就尽量呢 我考虑的是尽量找一些文章实例来结合讲 以及就像今天这样 我不知道后面能不能找到好的文章 如果大家各位师傅同学同修 你们比如说你觉得为了理解这个 你看到一件什么文章 你觉得可以帮助你理解 对你很受用 你也可以请你恩赐我 那么我也可以参考 这样大家就更多的分享 因为现在就是我自己一个人找的话 那么也只能是以我自己的兴趣 和我自己的这种判断来找 可能视角也是很有具现 如果说大家你们有兴趣的同学同修 能够参与到其中 就是非常感谢 非常欢迎 好这个的话就是这个细节问题 我懂得来说我自己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我们现在不用那么太去拘泥 这个细节的问题 因为这个细节问题 它是真正你具体的 投稿的时候 它都要满足那个期刊论文 它本身的要求 它会有不同的要求 不同的期刊 有不同的要求 那么学校 像上次提到的那个学位论文 那学位论文比如说台湾 它的要求可能基本上是同意的 但如果你比如说在日本 在中国大陆在美国 它学位论文它可能又有稍稍有不同 所以就说这些的话是具体的 我们真正有那个需要的时候 那我们就按照它的要求去做就好了 我们现在呢主要就是掌握一个整体的这种框架 以及我们知道 比如说你问到的这个的话 需不需要目录 这个我们肯定 就是学位论文肯定是需要的 那至于期刊论文上面 它有的是列出来 有的不列出来 但是作为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心里一定要有一个目录了 是吧 所以我们写的话 就一定要有层次有逻辑 你如果是你自己有个目录 你自己也很清晰 如果没有的话 你自己也可能会也就比较容易糊糊 然后我觉得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些格式 参考文献 那个角柱 这些它具体的这个角柱要怎么写 要什么标点符号 那么当然现在我们以某一种为样本 去参照这么来训练 这是很好的 但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 你说什么你都要注意 把它的出处写出来 不能说你随便说一句 我就不管了 你要对自己的话负责 你这个话是从哪里来的 别人如果是有兴趣的 他可以同样去找到 你要把你的 就是这是在学术界的一个潜规则 这是一个 也不是潜规则 就是铁规则吧 所以就是你要进入这个学术话的话 首先我们要养成这样的习惯 就是说话一定要把依据拿出来 还有是别人的 如果你是引用的是别人的话 或者即使不是原模原样的引用 但是你的这个观点是来自于某某某的 比如说我有时候 比如说我的这个忏悔发愿 我不是我自己原创的 我是来自其他品修的 那么我也会在前面 我虽然因为我们这个不是写论文 我就不会写具体的处处 但是我也会表明一下 我这是受别人的这个 安刺 就是受别人的这个 启发提携 实际上这里是我的 就是说一个习惯 就我们在写论文的时候的话 你不是你自己的东西的时候 你要说明出处 所以这是一个规则 那么这个我觉得是 更重要的 在从我们一开始学习 写论文的时候 就要养成的一个习惯 那当然就是 那些很具体的 这种怎么样 要不要怎么样 这个标点符号呀 排字体呀 这种我想我们只要去找一个 你觉得好的 这个论文就是他的那个 去参照做 这样要求自己 就可以做很好 但是你要说有绝对的吗 那没有 非常抱歉 因为我自己 知道的 我也不知道 哪一个是绝对的 这种规范的格式 我所知道的话 就是可能会不同 好 不知道 那个 不是 这样您清楚了吗 他跟我说的 可能有点多 好 谢谢 其他 还有没有 什么问题 或者说有您的想法 还有几分钟 给我把这个时间交给大家 非常感恩几位同修同学 感恩你们的积极的参与和配合 因为有你们这样一个好的开始 我想大家也不会打瞌睡 你们这个很 揽住很美 声音也很 很动听 这样的话 你们就会 我是怕大家 如果是枯燥 像我如果一来 就把前面的说这些 我想大家可能听着就要打瞌睡了 惭愧惭愧 感恩大家的 这个 天卑的接受 以高容 好的 那我们如果没有什么的话 我就按照这个思路做下去 真的也非常非常欢迎 期待着大家 你们也多多帮我找资料 找文章 因为我现在 我真的手上是什么都没有 我全部就是要现找 我也不知道找的 对不对 然后我们分期每一次都能够学的开开心心 轻轻轻松松 虽然达不到我们上市的那个水平 好的那个目标 去努力 想在开开心心 轻轻松松当中 就把这个论文的精髓学到了 练习了 熏到了 愿我们都能够一起早日 有长度的进步 早日写出 这个命师欢喜 命中欢喜 受益的论文 好的 那我就 没有的话 我就放卖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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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